我再說回昨天那段新聞 因為原本有很多版本 到我6.3個字看到那個版本 包括我們的主播在Adlib的時候說 包括我們的View裡面說 警察警方人員慢慢綁著雙手 帶去一個暗角拳打腳踢 我不知道準確的紀錄是否這樣 至少有一個版本 我把那段報告 那段報告 那段I News 這段就是我在Adlib裡面 那段原稿是這樣說 至凌晨約3時警方採取驅散行動 警方帶走多名示威者 其中一名示威者被多名警員拖置暗角打腳踢 如果平時你們作為記者 對這些這麼嚴重的指控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的指控 警察行私刑 根據圖謹申告的終身監禁 6個警員終身監禁的案件 是否嚴重 指控是否嚴重 我們憑什麼 我們憑什麼 警員把他拖的字暗角拳打腳踢 你是警察的心裏那條蟲 特意拖他暗角拳打腳踢 憑什麼 記者寫這段稿 都是憑我們的CAMMAN拍到回來 你是體驗光幕 你的判斷他寫的 他有沒有走過去問過 看過看著他打 問他是否特意拖他在這裡打 你可以這樣寫的 如果你事後問被人打的那個 如果你事後問拖人去那個 你問他 他否認 他說不是 你可以這樣寫 如果你未做到這些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寫 懷疑涉嫌相信這些字眼 這段稿完全沒有 我再回到前面那些 每次都沒有 沒有之外 我們的主播 Elep的時候 說得很流利 六個警員 將其中一個示威者拖字暗角拳打腳踢 每次Elep都說 如果我作為一個總編輯 我要對我所有的新聞每一隻字要負責的人 我應不應該打電話回來 叫同事修改 我打電話回來是6.7個字 6.7個字 香港都不開始 我們播的時候 我們那些Crip 全部都還是I music 一去到翡翠台都播 那個影響力更大 後來的問題 阿明接上來 我都沒有你 我跟著就起床洗臉 用手機 今天上班 或者阿明可以說一下 口中 我補充 跟著 其實我想大約 我估計七點鐘 吳怡平 正在接了一學警察班 他打給我 他死了 把他打來罵我 怎麼說 我說很簡單 畫面其實都看到了 他說 我當然先剪掉 因為其實真的不知道 他在影像上 是踢的 影像上 是打了兩項 還有踢的 但是不是真的踢中了 還有幾個 怎樣呢 其實我們是看不清楚的 我就說 其實 剪掉了VO 剪掉了幾個 那句 拳打一腳踢的VO 然後就pause 讓別人看 我覺得觀眾一定已經有個貫斷 自己心中有數 究竟他們在做什麼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說如果暗角 我說如果給我 我都不會寫暗角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更加後來 看了Cable那條片 更加有個暗 後面有些閃燈 你覺得暗 我覺得不暗 你覺得很光 我覺得不暗 其實是一個主觀 引擎了一些東西下去 那我就說 那你不如拖 拖去不知哪裏 可能是千馬公園 那裏的一個位子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客觀一點 因為暗角 不多不少 都是引擎了一些東西 我說你改了這一句 然後就是吸了那個 然後pause被人提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就一直 然後就上班 講完 去做 講完做 然後就上班 然後你們的statement 就是說 有一個很大的質疑 為什麼中間那幾個小時 全部都是沒有改過的呢 其實很簡單的解釋就是說 不是解釋事情 是事實 改完 其實已經沒有理會 其實已經 然後回來文化會 開到十點幾年後 就收到你們那些 以為落假的羅件 那就是要處理那些東西 根本上 是沒有認真去看到 是否我們要加幾句view呢 當年其實已經是國有國望 可能有些人就要忙於 就要檢查 那些公民黨什麼時候開會 公民黨在裡面 有什麼黃色開啟的活動 的行動 是國有國望 是沒有理會的 事實 我自己覺得就是 每一件事 看回頭 一定有改善空間的 那是否其實我們只要 加回懷疑兩個字 又或者可能好像 加回Noon class 過度武力 那其實懷疑用過度武力 是否其實解決了這件事呢 我覺得 其實是 那些東西是完全可以討論的 只不過 在那幾個小時裡面 你知道10點銀 接著就上班 然後9點幾 開會開到10點幾 然後接著就各有國望 我又要解答你那些 落假的疑問那些東西 那其實是真的很快 就因為已經去到Noon class 而隨著其實越來越多 譬如記者會 黎奉國的回應 他的驗傷 各樣各樣 我們是不斷是有update 到那些公民 那當然就是這個版本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這個樣子 我們即補充人家 那你都做些fair 啊